歡迎收聽今晚的動漫無雙 我是主持雪凌 有懷疑 鏡花先生 敵人者 我們講完很多不同類型的事情 我們講完很奇怪的幾個人片 講完白雙 然後又講了什麼記新秀 然後我們又回到青春大師回來了 青春不在了 鏡花先生 我發現了我不知道為何 是無雙中的青春掌門人 但是我告訴你 我今天看過一套 我是很深刻感受到 青春就好像小鳥一向 一去不回來 回收二是百年室 回到三星期 數碼國方三星期 世界上已經三千年 純粹是這套男女主角 這年紀比較小 每一套都是這樣 年齡差不多 其實年齡是不關事的 你實在說她是十四歲也好 你說她是十七歲也好 我覺得是沒有關係的 近來有個肥仔都認為十二歲 沒有什麼所謂 沒有關係的 沒有關係 我最大的疑問是 姓友馬是否得罪了很多 日本的動畫 AC之計 姓親友馬的都不是 都是類似的 這個友馬萬愛根源這一套 一切都是友馬的錯 沒錯 這一套就是十四歲的青春 四月時的放言 我們會說 由這個故事的開始 當然是從我們主角 友馬公申開始說的 友馬公申就是一位 非常出色的鋼琴演奏家 曾經是 對 你正確一點說 應該從她背景開始說 因為其實她出生於她的父母 父親就很少說 但是她母親那邊 她母親是一個很出色的演奏家 你可以當是 因為他們是音樂大學 她是一個出名的老師 的弟子 入室弟子 沒有說入室弟子 總之是她很出名的人的弟子 門下的弟子 於是她也是一博有名氣的人 後來因為一些因緣際會 啟記發覺 她兒子也有這樣的天分 於是就想培訓她 不是有天分 她有鋼琴演奏家 她實際會按很正常 真的 這什麼呢 總之我們故事 一開始就會知道 友馬公申這個男主角 他是一個很出色的鋼琴演奏 的小朋友 應該這樣說 整個故事的所有角色 一切的開端 一切的展開 都是由友馬在她第一次公開表演 彈琴之後 就影響了整套作品裏面 至少七個角色的人生 就是大殺妖七個伙伴 不是啊 我覺得這套是這套動畫 或者漫畫的主子 就是用生命去影響生命 但是很明顯是 他是消耗別人的生命 去影響他自己 人家現在用生命殘害生命 然後才再影響你的生命 他催殘給別人的生命 沒錯 所以第一個被催殘 就是友馬給人一個友馬催殘 因為呢 這個友馬祖希 就是友馬公申的媽媽 就是友馬老母 剛剛說到 就是這位老母 在音樂上很高的草藝 亦都想是一個在外國 準備是想去外國揚名的一位 很出色的鋼琴家 但是這個恩怨祭會者的意外 就令到他開始就有這個 談多鋼琴 有坐輪椅 殘廢 這方面 而他的希望 就全部押住在他兒子身上 就是友馬公申的 怪物家長 大家要明白 投資是很高風氣的事 要分散投資 不要砸到一個地方的投資 會死掉 那他只有一個兒子 怪不得投資 什麼事 如果你這樣說投資 他買了上上股 其實 友馬公申就是 在這個媽媽的吹逼之下 或者這個 也心愛著他媽媽 就是在這個苦練鋼琴 從小到大 他一切去彈鋼琴 就是為了他媽媽開心 而他是一個 被譽為一個 好像機械人 一個絕對音準的機器 人形摘拍器 人形摘拍器 我覺得這個名字 真的很不型 其實不是很合理的 這個稱呼 古典音樂 在一些比賽裡面 他這裡寫的就是 怎樣去拿獎呢 其實只要你能夠正確地 彈出那個琴劍的音件 其實你只要能夠 完全100%重現到 那個不是叫音件 還是叫音程 不知道 我不懂我 簡單來說 其實如果你說 他平一個樂器 準不準 你很難的 或者好不好聽 但如果最客觀的標準 就是他有個拍子 如果你每個音之間 他做到一個 interval的時間 是regular的 就是遵從樂譜 去彈奏 然後再重現 時間性 掌握得很好 因為他彈 你按掣長短 譬如說 這段可能是八分音 四分音 應該時間是雙倍 但是可能說 這個0.3秒 那個0.2秒 不準 那就是問題 他們可以挑剔 挑剔很客觀的東西 然後他可以很忠實 重現到 好像電腦一樣 於是就說 這個人很厲害 因為他跟電腦化 但是沒有分別的 沒錯 所以有玩過音樂 參加過可能是下集音樂節 我的朋友都知道 其實這個音樂這家東西 在比賽那裡 基本上是鬥你幾準 鬥你彈得幾對 鬥你有幾機型 對 鬥你有幾機型 你想玩感情豐富 任你怎樣演繹 都是瞄絕的東西 好 歡迎自殺 就是音樂會 就是沒有比賽 你首先要經過這個比賽 成名 你就可以舉辦自己的音樂會 那你到時想玩什麼都可以 你好像狼狼的 但玩得那麼多人的 人肉節拍戲的話 先玩自己的東西 作為一個大家都知道 沒什麼青春 這裡沒有人有青春 除了那個 我看這個位置的時候 如果有馬 是作為一個人肉節拍戲 有馬在你對面 作為一個人肉節拍戲 彈奏這首歌曲的時候 究竟 為什麼會這麼多人 會受到感動的呢 其實在故事裡 很多人說 聽過他的演奏之後 有些人想追逐他的身影 有些人想跟他並肩 有些人想讓他回望 讓他正視看我一下 很多這些就是 如果作為一個沒有感情的東西 其實為什麼他會吸引到那麼多人 你不明白了 什麼是天才 他跟標準拍的同時 他會拍多感情出來 這個天才 應該是說 樹陽想說的那種 就是如果他樂譜寫的東西 就是當初作曲的人 彈的東西 就記載在樂譜上面 如果他完整地複製出來的時候 就等同於 好像原創者在彈講琴一樣 其實應該不是 用一個再簡單一點的說法 是一種絕對的實力 其實你可以再簡單一點 就是其實 你對於一個實力 或者是對於一種 誇張的現象的膜拜 力量的膜拜 你可以說 或者是推崇 就是看到那個人很厲害 我想學他 其實純粹是這樣 但是他這裡 看鋼琴 或者你從音樂的角度去講 他就變成準的問題 我想剛剛樹陽講的東西 就正正是 故事前後部分開始講的東西 前半部 說這個武士 金髮男仔 到鄭川普也見到他 小時候見到這個有馬 彈琴很厲害的 他不是抱著一個被人感動的心 是覺得是景仰他 或者是想追逐他 而是覺得 有一個很強大的人在他面前 如果武士最明顯 他想打低他 想超越他 到了後面 那個女生 有馬公申 他開始變成人肉節拍戲 是一個有感性的 因為經歷過 他在人肉節拍戲 領悟到死亡鋼琴的威力 之後 他老母就因為這樣 就死了 沒關係的 他老母就在他演奏期間 就過了身 然後公申就因為這樣 突然覺得 失去了彈琴的意義 為什麼呢 因為他在他媽媽死前 曾經詛咒他有什麼 你死了就好了 接著 OK了 他得米了 他媽媽就真的死了 其實公申應該先化成王大仙 沒有 公申這個人正如之前說 就是他所有的一切彈鋼琴 不是為自己 不是為音樂 甚至不是為獎項 其實都是為了他媽媽 當他媽媽失去了彈琴的意義 而那個形容 我覺得那個動畫做得很好 那個形容就是 他好像沉入海底一樣 聽不得了自己的琴聲 我覺得這個是很正確的形容 如果你有試過上台表演的話 通常你最緊張的情況就是 你會覺得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你說的東西聽不到 你做的東西不知道 所以我自己是挺喜歡這個描寫的 不是那個集中力嗎 可以這樣說 或者那種手足無措的感覺 他不是手足無措 但我覺得他手足無措 就不是深海那裡 手足無措應該是他 或者是加快速度那方面 嗯 也是他加快速度 說他很大力地彈琴劍 我用一些比較動畫式的角度 就是當工身進入了思路領域的時候 他感受到其他人的感情的時候 他就會覺得危險 然後他就好像家賀那樣 就不敢再次踏入這個思路領域 我得難明了 為什麼 因為他叫我沒有看過怎樣明白 對 我只是給一些沒有看過的人明白 對 這個故事也是 這個前置的背景 就是這樣成為了友馬 在14歲的時候 就是一個這樣彈鋼琴的人 雖然他不能夠聲音鋼琴 但他已經不能夠再在琴間發出自己的聲音了 應該說他當他一進入狀態 他不是彈不到琴 他一進入狀態 他就聽不到琴間的聲音了 對 即是他不能夠再在面前表演那樣 他一開始故事說到 他只能夠自己彈 去幫人寫惡抱 但故事就不是在這裡為止 接著就開始出現了 他的聲媒竹馬的兩位角色 就是這個炮灰 炮友嗎 不要這樣 不要說炮灰 最後是人最後的贏家 炮友都沒做變炮灰 搞錯 現在又不要太少炮灰 炮灰留給他翻身 最後那些是不是叫贏家 那些我們之後才斟著 就是這個 阿狀 阿狀 打彈球的阿狀 還有這個足球的男生 足球的量太 量太 量太 在這三位青梅竹馬的一個介紹之後 在機緣巧合之後 認識了我們的女主角 就是這個芬 公園芬 這個女主角和我們公生的第一次巧合 就是在公園芬的小氣球演奏會裡面 第一次巧合 不是那個 是啊 第一次巧合 公園 第一次約會 見面 不是約會 偶然看到人 對 第一次見面 對於這個公生來講 就是一個音樂上的衝擊 由第一次看到他 就是在一個公園裡面 吹這個管風琴 到去到小鞋琴比賽的時候 看到這裡開始是那個角色的鮮明對比 我們剛剛說到公身是一個人肉節拍機 但是這一個朋友正正是相反的 可以說是亂來的 其實也挺亂來的 他喜歡即興演奏 幾乎即興演奏 因為拉斯特琴的時候 他在裁判的描述就是 他不理高音低音弱音弱音弱音 也不理這個節奏 用自己的方法去演奏那一首歌 他比賽當然是大忌 至於這樣叫做好還是不好 就不在那邊斟酌了 總之呢 這兩位截然不同的演奏方法 兩個天才級的演奏家就這樣相遇了 有些心想 其實分是不是天才級呢 我覺得很難說 劇裡面描寫公司是天才 你說天才不提 但分應該不是 應該這麼說 人們是期待 對他的演奏是有魅力 天不天才這件事就沒有說過 那不是的 在這個動畫裡面有一個 武士到公身再到那個女生 再到之後那個是公身的妹 那個羅里 就是一堆天才子 武士的妹不是公身的妹 Sorry 武士的妹 就是一堆天才子 就是他們的實力都很強 但他全都在看著公身一個人 分的相比之下 就不太是那種感覺 他未必可以說到他的實力 但他有個性 不是個人風格很強 是啊 簡單來說 你掛他們前面那些是否天才 這個可以之後再討論 天才是甚麼 但問題就是說 如果你說以作品來講 個人來講 公身是天才來的 但是女主角阿芬是否天才 應該就未算 他純粹就是說 他那種演奏的感染力很強 亦都有一種很明顯的個人風格 在他演奏上可以體會到 所以令到可以觀眾有一個很深刻的人像 於是令人產生一種 獨出的期待 對他的期待 就是想看看你這次又玩甚麼呢 其實那個故事 你說前半支其實最主要就是講甚麼 就是公身怎樣去克服 他進入狀態的時候 聽不到勤健的聲音的問題 是很重複的 就是兩三次的劇情 就是兩三次的劇情裡面 其實都有發生過 就是在他集中的狀態 或者是甚麼呢 通常是說公身以為自己克服了 或者他用了其他的理由 避開回避了問題 但最終他都要面對 就是他媽媽的死 簡單來說 其實在他的表現上 就是他彈彈一下 看回他所謂的他媽媽的特等值 就會看到那隻鹹魚幽靈的倒影 就是他媽媽的倒影 那種麗鬼般的存在 沒錯 精子又回來了 背後靈而已 很緊張 手靈啊手靈而已 很緊張 我覺得你們說得太壞了 純粹就是說 他演奏的途中 他媽媽永遠都是那個位置 看著他演奏 好深啦 不要看那裏就可以了 那他為了他媽媽演奏 他們會看那裏 他演奏一直圍著他媽媽 是 但其實那個位置 對我來說 我這樣看的話 其實呢 我有保留的 因為其實他中間 在這一節裏 他會不停地說 就是說 公生 他媽媽 怎樣去 仰官 嘔他 逼他 去令到他的鋼琴技術 要令到他成為一個人肉摺拍機 然後 最終 他媽媽洗髮就說 其實我沒有太多時間陪他了 他能不能靠鋼琴吃飯 就是因為我要追逼 所以我要這樣去壓迫他 然後就說 我能夠留給他的東西 不妒忌我 喂 難道 你留的是一個心理陰形 不是 他不知道 那時候還沒爆 還沒打 還沒吵 不知道 他媽媽也不知道 你不是說 探索家長愛教育 然後催你為你好 你這樣做 他不會理你兒子怎樣 沒有幾個情況 你明白 我想說 教育這件事 是沒有主觀和客觀 我很同意做教育 我意思是 客觀來看 這個公生媽媽做的事情 錯得很厲害 就算是不能夠否定的事情 我這樣說 我不是背面他對錯 而是他的心態 他是什麼 我知道這樣做是不對的 但是我會照這樣做 為什麼 他給了一個理由 其實他之後要靠鋼琴吃飯 或者說 我只要將他推入火坑的深淵裡面 如果我不推他 他之後他自己不會進步 他是要什麼 他假定了就是 有馬公生這個人 就是 他不跌到坑底 他是不會進步的人 我覺得不同 你首先要站在他媽媽的角度 他媽媽的背景作為 一個所謂 他裡面的劇中所謂 大先生 一個大老師的一個徒弟 你站在這些人的角度來講 他對自己的技術 對他的能力 有一定的信心 如果你要將這些人的子女 去交給一些其他人去教 譬如交給其中其他老師去教 他可能覺得 這些老師不入流 他不會相信這些人 這些人永遠只相信他自己培訓 他自己教出來的東西 但問題就是 當他已經沒有時間去再教 誰可以拿這個standard去對他的兒子 只有他自己 那他可以做什麼 在這個有限的時間 盡量去做到要他要求的東西 這個就是那個原因 我會這樣形容公生的媽媽 公生的媽媽 他是一個很笨拙的人 我才能說 他用的方法 用到要扔貓 暴力 那當然不是一個好的管教 但他唯一懂的東西 只有這一點 他唯一留下給那個兒子 也只有這一點 也有很多話題 他明明知道這樣做不合 不過沒有辦法 他很激烈 他不敢做一次 不說讀 所以常的時候 我覺得 所以我不會怪貓 我覺得沒問題 不過也是最忌諱的一件事 就是 其實那一幕 所謂的洗白了媽媽 是他跟那個老朋友 之後進入了 做了這個公生老師的女人 這樣說這句話 其實就是跟公生 就是跟那個老師說的 其實公生自己是沒有知道這個原由 即是他沒有聽 即是沒有聽 即是沒有說過 他因為知道媽媽 實際上是為他好 給他錢 即是他有能力 有技能 就放下了 其實不是這樣 即是他一直以來 怎樣解決那個 被深海困著 聽不到琴劍音的問題 其實是 先是第一次 跟阿芬合奏四大琴 他做伴奏 他明白到那個 當他發對這個 很狂放的 四大琴演奏方法 他不能夠再跟著 那個譜 不斷彈的時候 那個人肯停下來 為他和他一起去 嘗試 去做好那個人 他就發覺原來 琴劍的聲音 是用他的心去發出來 不是說他只看著那個抱子 自己機械式的彈 就是做到的事情 到中間那一段 他在鋼琴獨奏會 其實說的就是 他的解脫就是 想起媽媽的時候 都不是獨奏會 那本本是有本事 SERRY 那個比賽的時候 我保持了其他人 比賽的時候 就是想起自己 小時候 嘗試過這種彈琴的方法 從這個感情去出發的時候 他唯一記得媽媽的笑臉 就在那裡 然後就開始放下 所以其實是一個 很自我解釋的過程 可以說是 所以我自己都看過 那個動畫 都覺得有分了一個小朋友組 和大人組 中間有少少少 沒有那麼多交集的地方 其實我也覺得 男主角的情況 其他人很難去幫他 你要跳出來 要自己幫到自己 沒有的 應該這樣說 其實在這套作品裏面 很多人用的方式就是 幾乎大部分人 處理有馬的問題 方式就是 踢他入火坑 簡單而是 這裏你心理重傷 你就從這裏跳下去 然後你爬上來 當你爬上來的時候 你真的正如 你面對好好的問題 你解決到一個問題 你自己 他一直爬上來 你釋懷了 即是他們沒有想過 他爬上來這個問題 即是 無論阿芬也好 他媽媽也好 或者是其他人 無論是梁太 或者是 柱北傑 都好 他們是沒有想過 有馬是會不行的 你明白 我不替婚了 其他人的話 他們是沒有能力幫到他 我踢球的鬼會 音樂是什麼 我清媒中華 不是那些豹夫 音樂我不會聽的 怎麼幫他 你幫不到的 但是不是這樣看的 至少朱巴奇他的說法 就是他覺得現在的 他覺得很可憐的公身 因為他放不下 那件事就是 他又不是真的 好了 因為這件事 我放下鋼琴 我不再理他了 我重新開始了 他不行 尤其是很流亂的鋼琴 但又進不到那一步 其實朱巴奇的想法 為什麼要推阿芬 和他一起 幫他兩個一起做合奏 那件事 就是因為 給他一個面對自己的機會 他沒有推他合奏 其實第一集 他是說 借這個小行琴的表演會 這件事 逼他再面對這個熟悉的場地 還有音樂這件事 那就是衝擊治療 其實是衝擊治療 那個推他合奏 是說之後 合奏是迫他 之後再跟阿芬做那件事 那我又會說 樹齡講的那些 又適合了一半 雖然說他放不下 如果真的 毀了他 那個鋼琴 信心崩潰 那其實也不是一件好事 一開始就問 你有那麼多打工不做 為什麼要做回這些音樂的負荷 他有說到 他是放不下音樂這件事 但他又不敢再上台 其實可能他對音樂會比較熟悉 那做自己熟悉的事 我相信就合理 問題是說 他聽不到 他對這件事 是完全要cut off 要bye bye的話 他就更加完全不行 但他現在不是 賺錢而已 他媽媽說的 只要學懂鋼琴技能 就可以賺錢 教鋼琴技能 真是 很奇怪 那裏有十幾集的事 你不可以拿到第二集的事 原來復骨就在那裏 哪裏有個復骨 是幾十八集 兩個月之後才會出來 兩個月之後才會復骨 你這家國購人可以賺很多錢 可以賺很多錢 陳某都不會 我想這一個故事也是有先從 它是一個擴散式去做 雖然我們剛才一開始說笑 一切都是有馬的錯 因為七個人的前妖 其實他不斷慢慢說完一個人之後 然後補回說有馬跟他以前有什麼東西 為何導到他新鮮 對 我想就是那個 店員由小開始 每一次都是 故事直接 每一段推進的時候 就開始導入一個角色出來 第一個角色就是 原來過去如何跟有馬有交碟 然後到之後 在這個時候 如何影響他 如何影響那時候的人生 而那時候 正如一開始 夜行者說的 就是這一個是生命影響生命 就是用音樂 當年我被你鼓勵 或者被你激動 那我現在就要激勵你 用一個說明的說法 就是被人推入火 然後我推回到火 那當年我被音樂害了他 那這一點 報仇 音樂害了他 恩恨成愛 那些 很明顯就是 其實很多人都叫做 對有馬的感覺 尤其是武士那兩位 其實是 對他們 對他們又愛又恨 一方面 武士那個其實是什麼 他一方面就是什麼 他很想超越有馬 但是就是什麼 他又覺得 有馬在他心目中 是一個不能夠被超越的存在 他應該是永遠是一個神的地位 即是他每次都是 那種運動 漫畫裡面就是什麼 我看到這個天才 他很多年沒有打大 我再見回他 很矛盾的心情就是 我又想超越他 得到他的肯定 但是我又覺得什麼 他不應該是一個被超越的人 他永遠都是 保持在一個高高在上的地位 武士那種在BL上 就說什麼 他都說了一句 不要用BL 是BL 你不應該回頭看著我的 你應該看著前面 你等到我看著你就可以了 你能夠BL說這一句 你要BL一些 就是我專攻後庭 你看著前面 我就專攻你後庭 這個重口味了一些 這句 其實他那件事 你會看到 其實他這套 我覺得他做得好的地方 是什麼 他沒事 他用這個憧憬的角度 同時他帶出了 就是他妹妹出來 他妹妹做過一件事 就是帶回回憶 我覺得嚴疑 因為他妹妹已經看穿了一切 你先說 他是完全知道 他哥哥完全是心繫著 阿公身 就是阿妹計劃 搶走了我哥哥 分明就是 因為其實他裡面說到 阿母事憧憬的有馬 其實他所有說的回憶就是 他小孩子那個age 就是大概八歲那個時段的身影 於是他就說 當有馬再次起步 他動畫都有做回事 他哥哥做的 他跑步 他拍他的後腳 有那種小孩子的感覺 其實很合理的 就是你小孩子去追隨大人 或者追隨所謂的 同景的對象那種身影 他做的那種手法 其實是做得不錯的 正如在那個動畫裡面說 其實他們是互相追逐 或者互相提升 根據解釋的理論 這條是人形不公 都是啦 沒事一定追隨 但公身沒有追隨便沒事 你搞錯了 其實很簡單的道理 就是一個跑步比賽的對手 兩人在跑步 你是兩人並肩 你才會跑步 另一個角度會跑 另一個很快會停下來 現在就是這樣的感覺 武士那個感覺其實是什麼呢 他在他的人生裡面 在他小時候 他玩什麼都是拿到第一 直至在鋼琴這個項目裡面 他見到一個 他不能夠超越的存在 他想超越它 所以他進入了這個鋼琴的世界 但當他進入了這個世界的時候 有馬離開了 對他來說 他頓時就是沒有了一個目標 我究竟還要為了什麼 而再去彈琴呢 所以他一直說 他不參加外國的比賽 他一直默默地 在這兩年裡面 他等待就是有馬的回歸 當有馬再回來的時候 其實他跟他的老師說 我不參加這個外國的比賽 他不去德國了 我覺得有馬總會出現 我一定要等到 用不真的出現了 他看到有馬之後 我要追隨他 我要再次挑戰有馬 我要再次挑戰有馬這個人 讓他能夠正視我 然後他發現 他這個感情是錯的 他一直誤會了自己的經驗 其實他是想有馬 一直在他面前 他可以默默地在他後面守護著他 事實上這個是一個回圈 當年沒有事 就是這樣看到有馬 他是一個彈琴裡面 超越自己的人 他想追趕他 到他真的被追趕有馬 在這個比賽中 就是神力過了 對 在比賽中看到有馬 是今天的人 是一個不能夠再 像以前那樣彈琴的人 我記得有馬那時候 說了一句 我覺得挺應景的 就是說 你今天看到的我 就是現在我的實力 是啊 是啊 他不是 沒一會美化的 沒有事 過去的他放得磨下那麼厲害 但現在的有馬 未必那麼厲害 不是 你用一個槍的說法去說 就是有馬那種準 就是什麼呢 一見到那個人就是槍槍槍的 但是突然間 現在他的彈射不中 但其實他那種打法 很有我流的感覺 所以他有分別 射你的手指 不是 也不是 就是有馬再回來的這一次表演 就是他表現出 就是跟以往的有馬不同 就是在武士的 同景中的有馬 他依然是一個人肉自白器 他應該是永遠 從這個人肉自白器的角度 去進化的 但是他今次說 有馬回來變了 就是變了一個他不認識的有馬 就是他的英雄變了 就是由蜘蛛頭變成一隻Ironman 不是 不是 那他進化了 不行 變得很大 應該像是Ironman變了這個精彈 你好像調轉了 變了什麼都好 總之對於武士來說 就是他失去追趕的目標 對 因為他不再強大 對他來說 那最後也因此武士 在這個比賽完了之後 他就先自暴自棄了一段時間 對 所以他不來出來 就是他有出來的 但是狀態不好 對 然後呢 這個輕控的妹 就是這個Lagi 就出來了 上來刺身的一個 你不說說另一個 你先說 裴見 裴見 我覺得反而沒有什麼特別 裴見他沒有什麼多 其實是不同的 他跟武士是完全不同的 裴見那種 他那種是 他那種是 關於他那種是 那個模式不同 因為裴見他那種就是 看到裴見有馬那種是 絕對的人肉摘拍器 不是啊 他反而不是 他就說他看到他 是 於是他就說 他想做一些另外的東西 去挑戰他那種模式 因為他小時候 看到裴見有馬第一次去表演的時候 他不是一個人肉摘拍器 他被他媽媽調校到 變成人肉摘拍器 所以他第一次 想成為這個鋼琴師的契機 其實就是裴見有馬第一次 彈琴那個感動位 就是他哭了 所以反而是 跟武士剛剛調轉 武士就很憧憬有馬的人肉摘拍器 但裴見其實是剛剛相反的 就是不想他同景的人 去成為這個人肉摘拍器 就是想去找回以前那種感覺 因為你的輪圍機器 其實是一件最差的事 回到根底就是回憶 但是回憶的劇都不同 所以對這個攻勢神 是完全不得到 所以這個有馬魔王的故事裡面 在不同的時期 都會出現不同的性格 都會變化 扣夠血量就會變化 都會有不同的變化 他在成長的不同時間 都會影響 我認識你那時是魔法師 我認識你那時是白魔法師 我認識你那時是白魔法師 我很肯定對這個不同的人 有不同性格的殘害 即是甚麼三十歲是甚麼魔法師 你沒有三十歲才是黑魔法師 也是裴見那個角色 反而是跟現在的有馬 有一點相似 就是他都是很投入的感情 去彈那個鋼琴 去表現那個情感的感覺 還有他有提到的 就是競爭對手速進成長 這件事 因為老實說 如果你說 很有趣的 如果剛才沒有試過的角度 比較容易 如果那個人是長期贏的話 對他來說 這件事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因為我贏的 我都贏的 但問題是 如果有一個跟實力相當 或者比他更強的人 有一個對碰在那裡 速進人的成長 那件事又會不同 所以你看到很有趣的 他本身的定位 你都不可以完全說他是少年漫畫 但是 這兩個角色 在那裡 是不是必要 或者不必要 你可能在那裡咬 因為 你可能覺得 主線上 男女主角 應該好像一個愛情故事 但如果你說 從他由 樂器的角度去講的話 這兩個角色也是必須的 所以我個人都幾驚訝 一件事就是 其實他不是很少女漫畫的感覺 他其實愛情的描寫 是 朱巴奇比較多 可能還發現更多女主角 甚至覺得 其實他講很多真的音樂奮鬥的故事 或者一個少年 14歲會遇到的問題 就是定位 成長 怎樣做一個更加成熟的人 這些全部都是青春的故事 這些是真正的日常版 什麼都有的 就不是那些沒有內容的廢話 叫做日常版 那些是空氣版 對 這個對一點 然後 也剛說到 因為武士這個角色 武士現在就比較 看到現在的公生 就垂頭 因此而失了道指 也沒有了那個志 我找到情人變了 我明白的 是的 都好像雀神飛有了 然後 輕控的 就是武士的妹 就想刺殺了這個 公生 但是這個故事 雖然 公生大魔王 影響著每一個人 也有三位磁場 其實他分明 羅里也吸到一個回來 但是我會覺得這個故事線 反而和大仁祖的一邊 是比較有關係的 大仁祖 因為連繫了阿伊 賴戶 賴戶他 賴戶他 賴戶廣子 其實賴戶廣子的人生 依然被有馬魔王摧毀了 被他老公摧毀了 不是被魔王 有馬成為江鑫師 不多不少 有馬被他摧毀 不是他摧毀有馬 這是一個人形五公式的回圈 人形五公式的回圈 應該是 Nagy沒有笑他的妹 因為 武士是咬著有馬 然後Nagy就咬著有妹 最後有馬咬著 妹 變成一個圈圈 鐵三角 其實 三個音樂師外出的 很正確 賴戶廣子 其實一開始 他為什麼會說 我說 他被有馬魔王摧毀了人生 因為他是製造有馬魔王的人 其實他就是 小時候見到有馬有彈琴的才能是他 是 推薦叫媽媽去教有馬彈琴都是他 未必 你明白 你當你看到 家裡有小孩彈琴 唉呀好聰明 誰都會稱讚 看見小孩看小孩 你小孩的毛筆真的厲害 類似這樣 都會說幾句 不要說他 沒有的 這個只是說笑的 因為其實你想想一下 一個演奏家 看到自己的小朋友 或者看到別人的媽媽的小朋友 一個好朋友的小朋友 有一個才能的 那你給你都會想 就算是才能都會說 可能他聲音噁噹 唉呀小孩很漂亮 會這樣說嗎 還是 這樣消極 你小孩 太差勁了 誒你 你世界民國有家 當然是說太差勁了 大哥 不可以這樣說 你很中國人思維 我思維 很跳絕 不過anyway 我想說的就是 你不夠青春 你還給一些青春的 張門人就覺得 哈哈哈哈 張門人就覺得 張門人就覺得 廣子 這一個故事 在說的就是 他當年 他這一個教友馬 去逼 不是 逼 令到友馬 有個契機 提示說了 友馬可能會去國球 對 到最後見到就是 友馬因此而失敗了很多 有很多不同的 suffering 就會被媽媽打 被媽媽罵 甚至是因為最後 她媽媽的過身 反而令到鋼琴摧毀了她的人 不能夠再面對很多事情 再喜不能 是 廣子那時候看到 蹲在那裡的小朋友 有馬 覺得自己是有個責任 不能夠再這樣 不是 因為她的一句說話 就令到她的人生有個激烈的轉變 甚至乎 因為她一句說話 她的人生就這樣玩完 出口術就威 但是我這樣說 她見到友馬這樣 我遞在那裡之後 她在這兩年裡 她從來沒有再理會她 直至友馬再彈鋼琴的時候 她才說 我要負責任 原來友馬有這個人 多年又忘記了 不是她沒有說不記得 不是她有說過 她說她不敢再出現 對 她有說過不敢再出現 她也是看到友馬 已經有再重新出發的鋼琴 她是為她高興 還有其實有件事很有趣的 你留意就是說 她第一次看到 年輕人 有五歲的人彈琴 她跟母親戴的發言說 怎樣啊 你兒子是天才來的 但是這個角色第一次 在作品出的時候 她就說 那些人說 真的天才 那個人是容財 你會看到我落差而已 其實她反過來 她現在想拉他 落到普通人的位置 而事實上就是她之後 到這個廣節怎樣放下她的心結 就是幫回這個 輕紅妹 就是叫她臭Nagi 對 臭Nagi 她到最後 在Nagi表現之前 Nagi在廁所裡哭 因為有很多壓力 有很多東西靠著她 有很多期望 令到她很受壓迫 其實就是 正正就是 你剛剛I am說的 她是不想再一個 好像天才推向一個頂點 令到她害死 她跌下來很慘 其實是想令到她泳發到 你就算是一個很有才能的人 但是你也是一個人 我們只是因為是演奏家 很憧憬 去彈琴那一幕 我們只是很喜歡這件事 但是不代表你是這樣 就需要面對任何壓力 來去治癒 這個就是 對於廣子來說 其實是她放下心結的方法 就是現在會 在再面對一個情況的時候 她不會再做錯她的決定 是的 其實Galnagi這件事 也是另一個角度來說 就是 友馬不是她第一身 直接參與彈琴這件事 然後透過 Galnagi這個小朋友 你可以當是 羅莉 羅莉也好小朋友 那個角度 在另一個角度 去帶她回到琴那裡 因為其實 如果剛才阿雪玲說到 她就說你們班上推過羅莉也沒用的 這件事你們有些人覺得對 我覺得不是的 因為 她彈不到琴 你可能說是 單舞舞台 她彈不到琴 但是你作為一個 要公開表演的人 台下十年功固然重要 台上你的management 是最重要的 是的 所以如果她下面彈到 沒有意思的 她上去做不到一半 做不到八成 OK 回去 Get out 所以其實 強行直接推她上去 是一件最簡單的事 你也沒有東西可以steam 但問題來了 Other than 這些method 有些什麼可以做呢 令她有第二個設合點 對鋼琴 或者對音樂的東西 教人 因為反過來 英文也有一個 其實你聽了就很容易明白 For those who can't do For those who can't teach 這個就很正正地 fulfill到這件事 就是說 你做不到就不要緊 你把你的技術傳給別人 用另一角度去看回這件事 這個位置 亦有一個這樣的意義 其實是挺有趣的 你的答案 甚至可以說 其實她的母親 有個友馬的母親 就是 For those who can't teach 亦都是這個 對 她想做的 當然 結果是不是這樣 很難說 其他女孩都一樣 不過雖然友馬和Alargi 不是子女 互對話 所以她們說 她給了很多珍貴的體驗 她教了我很多東西 她的哥哥就很大驚 是啊 不是因為她的哥哥 誤會了那件事 不是鴻琴 那她的哥哥 也只是在後面 大家差不多 是 輕控的 不是控他 一定要前面一個人 後面就可以了 那些三個人 又組成了 我正在說 好了 去到這裏 已經是 其實是 把這個友馬 慢慢放下她的包袱 把她重新出發 作為一個演奏家 就已經講了七七八八了 而故事 從這個位置開始 就慢慢說回去 去講這個 終於過分的主角 其實我們沒有說 事實上 去到半季 即是中途 基本上差不多同時 就是 這個友馬當時的鋼琴演奏 全是同時的 是的 就是這個鋼琴演奏的時候 正正是 這個分不能夠再出現 在演奏裡面 不能夠再去 拉她屍體擦的時候 正正是這個 兩邊的高低的起伏 就是這裏 正當友馬在這個 當她重新出發 她繼續踏上鋼琴家之路的時候 相反地 阿芬就開始 因為她的病情 光寒一刻 她疾病 不是光寒一刻 不是光寒一刻 什麼事 一個正正日想 一個光寒一刻 弄到個細風一刻 不是細風 是的 正正開始 因為她的病情關係 不能夠走路 甚至舉不起她 其實很有趣 我沒有看漫畫版 動畫沒有說過她什麼病 我也是想說這一樣 日漫畫有沒有說呢 總要絕症 好像是跟她媽媽差不多的病 她媽媽什麼病 即是絕症 她媽媽什麼病都沒有說過 韓劇絕症 即是會死 醫療其實醫療不到她 但她真的是韓劇 有撞車 不過撞貓 有絕症 有死到沒有 韓劇也不會理過她 即是會死 不要理那麼多 這個位置很像 不能否認 就是一個 看到分的 現況 現況 她一開始想 正如我們剛剛說 這個有馬大魔王 一直都是前妖 這個世上的七個人 其實這個分 那七顆龍珠 是的 分同樣地 都是一個 其實一開始會 拉上來琴的契機 都是因為這個有馬 那個最後才說 那個最後才說 這個最後才說 這個 她那是封信 最後才提及 就是有馬最後才知道 原來帶領她 進這個音樂世界 其實是她自己 是的 其實很有趣 就是那個機緣巧合 就是說 你啟發了一個人 然後那個人又幫你再起 再帶你進這個圈裡 那件事 你可以說巧妙 就巧妙在這裡 但其實她作為結尾 最後會有封信 趕出來 一開始就未到 其實我覺得這段 沒什麼意義 老實說 就是本身 你知道 另一位 走過琴那個 都是她帶來的 那個女的 其實不需要多一個人 你不需要 去儲九七顆 要做什麼特別的事 現在是多年 劣跡斑斑斑 引人 那個意思是 阿芬其實是 看到有馬 離開了鋼琴 他想再幫他 因為他也喜歡了 有馬 跟葵健不同 葵健其實沒有 表明說 他真的喜歡了他 這裏就說 他想加入他的圈子 裡面 是 或者也有趣的 那一件事 其實他一來 就是 他追趕著有馬 如果信最後提到的 就是 他得知他有病 他開始決定改變自己 他已經 他不再像以前那樣 畏縮不前 或者專注於機械人般的 彈西琴 他只想做自己 用方法演奏 他也是想加入那個圈子 是因為他想追趕 追趕 與這個有馬 這個人一起 但其實 到了有趣的一件事 就是一開始的故事裡面 正正是因為有馬 看到他分 拉斯特琴 他這樣 也跟他做半咒 口風琴來的 口風琴 一開始是 做拉斯特琴 再之後半咒 幫他做 這些東西 看到一個原來音樂 是可以用這個路去走的時候 幫助他重新出發 其實如果你說最大的分別 你可以說 剛才我們沒有提到的 就是 他第一眼看到他在那裡吹 那個英國的口風琴 他跟那些小孩在那裡玩 你會看到他有個分別 因為有馬的音樂 是有馬 你可以在某個角度來說 是獻給他媽媽的 也是很個人的 他不會很回望留下的觀眾 他的反應是很不擔心 等於名次他也不擔心 這個樂器的問題 即是你江琴 不會隨便拿去公園 半咒的樣子 不是 我不是在說這件事 我是在說他演奏這件事 是很過人的 但問題 在阿芬的角度來說 他帶出來的一件事 就是說 他在公園吹了口風琴 他跟那些小孩在那裡玩 帶起了一些東西 這件事當然經常發生 但是 另外一件事 就是 他第一次去拉小提琴 或者甚至去做半咒 有馬他也說過那件事 就是 他很想找回那種感覺 其實某程度上 那種感覺對他來說是新的 就是 台下那種反應 你可能說 他以前一向都有人下手掌 但是 對他來說 也許 他從來不會留意到 也不是他要關心的事情 其實 這裡說的一件事 阿芬其實是 知道他自己有絕症之後 其實他是想做一件事 就是說 他想去燃燒自己的生命 就是說 我也事日無多 為什麼我還要跟著這些規矩 為什麼我不可以自由自在地去 彈我想彈的東西 表現我想表現的東西出來 還有 I am講的那件事 我覺得不單止是 他跟小朋友玩的時候 有表現到的 一來他跟小朋友玩那件事 就會看到 動畫很常常重複 就是 由一開始第一幕見到 分出場的 跟小朋友在玩官風琴 之後 餐廳到吃蛋糕的時候 彈港琴 跟小朋友在一起 醫院上面跟小朋友在一起 很多東西都有這樣重複 還有我最記得的那一幕 就是他 一開始見到他拉絲雷琴 甚至一開始 第二、三集的時候 有拉絲雷琴 演奏會 就是比賽 然後有馬幫他伴奏 再來一次比賽 他是 完了拉絲雷琴 就是在觀眾面前拍手掌 他是哭了出來 因為他也說過 為什麼 比賽他不算是比賽 他只是想做自己想做的事 第一方面就是因為他很享受的一刻 就是觀眾是 跟他一起分享到那個喜悦的一刻 就是那個 音樂上面他喜歡做他的一件事 當然 這件事就是鼓勵了有馬 但是令我最感動的 我覺得這套動畫我最喜歡的一幕 就是 反而是有馬去跟拉絲 去做這個學員制那裡 四手互彈 對 四手聯彈那裡 就是彈那個鋼琴 然後用電話給他一個婚艇 那一幕就是 就是這樣鼓勵到婚 之後他看到 就是那個 之前夜行者那件事 就是這個 互相鼓舞 互相影響生命 就是他 當時 是他這樣推的有馬 向前 今天有馬 他走到這個位置 其實他也想拉回婚的一把 就是為什麼 當時你這樣幫到我 我希望現在也鼓勵你 婚也因此 就像小提琴之雲一樣 覺醒了 再一次燃燒他自己 就想嘗試最後一次的努力 看看可不可以 達到那個音樂 可以再一次去叛奏 再一次兩個合奏 這就是青春 沒有啊 你明白 這個是音樂的習慣 他掌門人 你明白 他用音樂的情... 即是他不只是情緒 他用音樂來互相交情談心 沒錯 你青春 我現在跟電腦談心 真可憐 知道了 真可憐 真可憐 當然啦 我都覺得那個劇情 分那邊 就很有柏拉圖式的情意上 心靈上的交流 的愛情 相比之下 Jubaki那邊 是一個比較真實向的 有些對比的 有些對比 有些真實向的掙扎 我想說 作為一個支持青梅竹馬 直上本女後援會的 永遠的榮譽會長 我是傷多點憤怒的 跟我說 喂 張原你怎麼人生贏膠 有什麼憤怒 喂 他那句要撿死刀 不能夠 清醒真正的勝利 我可以跟他說 這個絕對不是真正的勝利 因為當你身邊那個男人 他永遠的心裡 有一個永恆的存在 而你只不過是判他中路的人 不是他心中永遠的第一 其實你是永遠的輸了 不是永遠的贏 他每次行動的時候 身邊有一個幻點 有背後靈 有一個金髮的女生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他有沒有搞錯呢 不是啊 你明白 對著Jubaki來說 他愛的男生 其實心裡有一個金髮的女生 而他依然是愛著他 而他唯一可以做的 才能永遠接受 那個男生心裡有他 剛才樹林說這套東西 裡面有七個人看著有馬 身影這件事 在某程度上 不是一個完整的視點 一個完整的視點 這裡是有多潮的人形的蜈蚣 就是不同的人 這個圈是咬著有馬 有馬這條蜈蚣頭 是有多重的美去伸展出去的 這樣才是一個正確的視點 公平說回來 很簡單 你這麼快就有辯護了 年輕的時候 你會找到共同的志向 興趣的 我覺得大家是彈音樂 鏡頭也適合就在一起 一他沒有共同的興趣 二話題不適合 三話題不適合 話題不適合生活習慣不同 完全要否認 麻煩 亂講 哪是 生活習慣不同 完全不適合 他們裡面經常說 你很了解我 我很了解你 大家住在隔壁 你怎樣跟他說生活習慣不同 全隔壁沒用的 他平時不懂得聽 但他一會兒 我不知道他談什麼 你程水是音樂他不懂 其他兩個他沒有說 你應該這樣說 他們不是生活習慣不同 他們太一樣 太習慣 所以反而變成 好像一個 姐姐和弟弟 正如 Jubaki的老婆朋友 經常說 你只不過是拿這個 弟弟的說詞 去令自己逃避 其實 雖然很慘 我覺得 做姐姐的一個 就要逃避 做弟弟那個 真的當對方是姐姐 對 其實沒有感情 而且是 我認識你 你認識我的朋友 對 Jubaki最傷的一件事 就是 友馬 完全是 當對方是一個好朋友 好像青梅竹馬 情同子弟 木頭人角色 到處都有 他彈鋼琴的時候 就說 你友馬你會陪在我身邊 我可以 不過他的可以 其實只是 我不會搬走 對 我不會搬走 有時候危險 打電話問你 我粗心的姐姐 但我不是 我做任何事都好 都是因為那個交情 他很諷刺 那一幕 他是 上一半 還可以陪伴你身邊 下一半 就已經去找阿芬 但雖然這件事 很正常 很正常 但他永遠陪伴你身邊 是不搬屋 沒事的 這個Chubaki很悲催 令到我覺得 令到我幾乎憤怒 可惜而言之 作為一個會長 那你神事是怎樣的 人家真的不喜歡他 人家的心在那邊 在那邊 在那邊 你經歷得怎樣 是的 所以我經常覺得 青梅竹馬永遠都是悲劇的 唉 我再也不相信愛情 但是 你說的 回到男主角 其實是另一個角度有悲劇 因為其實 他永遠就是 用一開始的說法 他永遠就是 以一種 有人A的角度去自居 他覺得說 金髮女主角 是喜歡足球部那個 就不是喜歡我的 我也是來 戴個單 那些而已 所以其實他這件事 又一直在發生 就是 看到他在醫院 那我就走了 不如先回去 下雨 等等 他就用了這種角度去說 你可以說這套 有幾個不好處 其中一個不好處 就是 這班人的扭令 和經常哭 沒有問題 這個行劇的節奏 這個經常哭 是有分 每個人都經常哭 都有的 很簡單 你足球那個 他完全不解釋 也沒有想著追問 有些奇怪 整件事 即是你說 他一開始說 疑似的男女 你覺得是 但沒有人求證過 我是很懷疑這個論點 你怎麼求證 誰跟誰是男朋友 女朋友的關係 問 你會不會問得出來 你會不會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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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是這樣的 一個男生 很難的 你這樣問他 你會不會問他 我又問他 那頂你 那個是不是你女兒 OK 我現在想想他 你不是他 14歲 不是24歲 不是那些 一擠走幾杯 就可以說這些話 的年紀人 劇情清楚 如果幫助到 十幾二十多 但原來 你不是他們女兒 你真是 但我也很同意 I am說一句話 這套動畫 作品的點題之作 叫做 《四月時的謊言》 那個謊言是什麼 謊言 就是阿芬 其實一直都喜歡有馬 但他口裡必說不 但他身體很誠實 但口裡必說不 其實是說自己喜歡 梁泰 所以《四月時的謊言》 所以就是你的謊言 那我呢 看的時候 我就想來想去 都是不太明白 其實為什麼要說這個謊言呢 為什麼呢 最後就是又說回 又為什麼 最後就是說 《四月時的謊言》 因為他不想跟趙巴奇說 我介紹給油馬 他又會傷到趙巴奇 跟油馬的關係和感情 於是就說 我要你貼在旁邊的家 暫時沒有人要那一件 沒有人要的 很多人要的 真正的大魔王 原來就是分 搞到這麼貴圈爭亂 原來就是這個分 搞亂一個圈 我知道你身為 聽不懂我辯護 但不要這樣 真正的創造名 真的 但想起 整件事 有些好笑的地方 就是這樣 其實如果不是 一開始分 在這裡 又要扯方 搞亂局 其實整件事是很順帶的 所以就覺得這個學劇 一開始 如果你問清楚 你兒子是否是女兒 問題就解決了 立即不懂 對 因為油馬 就以為 梁泰是喜歡薰 薰是喜歡梁泰 但薰其實是喜歡油馬 但朱巴奇其實是喜歡油馬 但朱巴奇因為看到這個樣子 又要搞到跟學生在一起 然後學生又看到朱巴奇 這樣 這個有多美人的五公 哈哈 我看到朱巴奇這樣 一起見到一個很簡單的誤會 唯一一個方言 就搞到這個樣子 這不是韓劇 所以說是韓劇 這個 這個四月時的方言 真的搞得一團糟 我們可以轉為八竹之蟲 死而不僵 這句 是啊 PK屈嘴 老老實實 可能我自己真的代入不了 或者可能我真的是 榮耀會長的關係 所以我很奮勇 你永遠了 哈哈 我真的覺得這一套 漫畫裡面的愛情線 是另外有些莫名奇妙 我不是很 我不是很代入去的那種程度 我見到 很四年漫畫式的互相鼓勵 互相去比拼 因此而進步這些 我覺得很OK 很Smooth 愛情線 我覺得是一般的 一般的 講青年的成長 講青年的成長 但是股仔是很大的 股仔是很大的 但是愛情線 但愛情線 我有一種感覺 反而是一開始為主賽 但是去到後面 其實反而淪為了一個 有些雞辣的配賽 我只能夠說 好 但是我見到他說他是涼頭 但你從頭到頭 你見到他跟涼頭沒有沒有交流的時候 你發覺有問題 阿芬的角色其實是像什麼呢 牧邊因為他知道他自己就死 其實 對他來說就是 他想成為有馬的人生裡的一個過客 即是他不想跟他永遠沒有交接 所以他才踏出這一步 但現在不是過客 是樂修羅俠永遠的樂日 那就跟媽媽一樣 永遠的幽靈 不是過客 你要明白就是 每個女人的出發點都可能是好的 但對個男人的傷害是永久的 你明白這個角色就好像颱風一樣 是摧毀了 才能走 剛剛是在媽媽的陰影離開 又來到一個新影片 就是自己喜歡的女生 想到一想 嘩 雙重陰影 即是很硬來 就是他硬要逼到 有馬覺得媽媽的病情 再影射下去 這個分的身上 好像要兩個 並排黏在一起 有一點 不是的 你去的醫院多你很害怕 這個真的 但是 因為兩個故事 因為那個愛情線 你太青春了 你沒什麼看過死人 是不是 那個愛情線 跟那個親情兼人身定位線 其實太過交集得 不太順暢的關係 令我覺得 要強硬逼進去 所以我就說這套是日常 其實真的不太愛情 你不會見到一個很明顯的主軸 但是他這段 你可以說他裏面的事實 這所謂的 可能兩三個月的故事 是好看的 但是你不會見到 他一個很明顯的定位 是什麼 你很明顯看到 當有馬每次去醫院 探望阿芬的時候 他已經跟媽媽 差不多跟媽媽 重疊了 他一看到阿芬 他又想到 媽媽也是這樣的 然後出事 簡單一點 你不要說愛情 是有馬的一個初戀 因為這樣就結束了 哈哈 這個錯戀 雖然說錯戀總是痛 都不是這樣 達到有幽靈 幽靈錯戀很害怕 是啊 有些可惜 至少我習慣的看法 我一直都覺得 故事的推進 那些情情塌塌的東西 我可能因為代入不了 我都不太留意 也覺得故事推進一個方向 因為我又覺得去到中段 已經說到 每個人都有踏出自己的一步 這些我都已經很OK了 到埋滿一腳 是講婚的 而且又要在那裡 那封信 很催淚 很善情 我是受不了說一套 我自己就忍不住下去 某種意義是什麼呢 是一個有馬的成長 有馬 就算見證了這次阿芬的離去之後 他都沒有消沉 反而安然面對到 他承受了這一個 應該說 他背負了這一個感情 嗯 繼續前進 是 其實是一個少年成長的故事 跟他一開始那種背負阿芬 然後他就再起不能 有個對比 成長了他 對 有狂看而已 不過是 有一次 去完醫去慣了 但現在有三次 沒有所謂的 一次三次熟 三次大結局 好害怕 一個可以這樣看的 這個都很多日劇 或者很多很經典的電影 都很多時候用這種方法 男主角 他的初戀 或者他一個上一個 可能是有一個付出了他愛情的人 走了 但是怎麼重新再出發呢 就是這樣 好像當一套經典的電影 情書 就是岩井俊儀那一套 就是我會這樣說 我會這樣說 就是 你看這些作品 你不可以當愛情 一定是 你付出 跟對方一定要付出這麼多 愛情是一個對等的公式 就是說 當然 阿John那個角色 他付出了很多 有嗎 究竟是否什麼時候 會再接受他 其實這件事不知道 就是說 你現在的角度來看 一定是阿John 的付出 是會很多的 但是 去到什麼時候 會有回報呢 可能沒有回報的 雷曼基金 這個是給你的想像 這個是給你的想像 這個愛情 不是說 我愛你 你就一定要愛我 你不愛我的話 我就吃死你 這樣 這個是 謝謝 那七個人可以集體訴訟 好像小業主 雷曼那些 其實Zubaki的愛情 最後是怎樣 已經不重要 其實不重要 正如你看 剛才我講的例子 他配過來 他配過來 在世上呼喚內 也好 你那些會長 配過來 在雪山上面 叫幾句 你好嗎我很好 骨灰飛上去 全部都是拋離過去之後 他就重新面對 有個人再支撐他 然後有個人 這個是這樣的收尾 雪山不是行山中 最多我可以說的是 因為四月時的方言 就沒有去到很出 你會看到有那個對比 就是幾多媽媽 還有現在分的過世 他可能有任何方法面對 但他的重新出發 就不太是那種 完全是最大的重點 他比較想催淚多些 我覺得 但是可以他這樣看 那Zubaki之後 怎樣就不再重要了 所以會長都說不重要 我們不說他 所以會長都是依然之人 用這個怨念去 繼續咀嚼一套動畫 不要緊 他漫畫都完結了 是的 那你也說少少一些 作畫上的東西 作畫其實我覺得他挺有趣的 因為他有些細節的位置 他都很留意到 我會見到其實 作畫有那種傾向就是 他很想 將一些重點的位置 用一些小細節去表達 那個人有感情 不止感情 狀態都會 因為譬如你最明顯的一個例子 你用回我們剛才說 有馬他不同時段 再起翻 或者受到挫折那些東西 其實跟鏡花講的一樣 他對應阿芬的病況 那些會有關係 所以你會見到 當他們說要去參加那個 小提琴加鋼琴 即叛奏那件事的時候 即中段的時候 阿芬來不了 自那件事之後 阿芬的頭髮的顏色是素色了 已經不是那種偏先黃的那種 沒錯 然後 再去到說 他問他殉情那裡 大概是16集左右 差不多 他的唇 唇的反光位 又是暗了 變成沒什麼反光位 他不會用唇白的偏向 他用了一些灰 然後去到說 他要背他上天台 就是死 最後的三集那裡 他甚至會反過來 因為如果你說 他用反光位 你遠看不覺的 你要用他中身的半身 或者大頭 你才能看到 但是 唯一沒有分別的位置 就是什麼呢 全身的軟鏡的唇 那個歐滑 是沒什麼特別的 正常是普通的唇 但是到了最後的三集那裡 他的唇是滾了黑邊的 嗯 其實已經不是沒有唇彩的了 他另外再勾了黑邊出來 會有這些分別 會有這些分別 所以我正想帶出的東西 就是 他的光影和色彩的運用 是很出的 尤其第一集最明顯就是 你看到好像 很陽光 很鮮 就是在這個分出現之前 在有馬的世界 是一個很沉實 很沉實 好像惹得一城不變 這樣的感覺給你 但是就是這個分出場 就好像被打光 很鮮艷的金髮 粉紅色的唇 就是一個 然後手上的腳 是一個白色的肌褲 就是這些 表現的時候 就像一個光鮮亮麗的人 就像天使一樣出現 很明顯的 在舞台演唱的時候 很會打打燈的 去到煙 又暗又灰 那要必然 不是 這個固然是 故事後面 你見到灰色色調 會越多 對 固然場景是有幫助 但是其實是有一個 對比做鬥文件 還有我也很喜歡 他有些位置 用一些細節去表達 就是一些 人的時候 可能是驚慌失措 或是一些扭扭靈靈的反應 好像 不知如何表達好 就是他的SD樣子 不是 SD樣子是一些 漫畫式的表現 我反而記得 Jubaki 有很多他的表情 或者一些 他的手腳 他比較多表情 另外兩個沒有什麼表情 對 Jubaki 他的手腳和表情 有一些會有點突寫 他沒有這些表情 就會看到他好像是 雖然有些說話想說 但說不出口 有些心裏有些抑鬱 但我覺得對方不明白 但問題是因為他不會起伏 因為這套事裡面的角度不同 你用回有馬 我用有馬的木頭人 其實他的感情其實是 他很直接的 他有感情起伏就哭了 其實沒什麼其他事情做 或者縮一塊 這樣樣子都看不到 你說阿芬的分別是什麼 阿芬他那種是一個病人 假裝精神 他不會展示這件事出來 所以你反過來 還未到最後幾集 或者是很沉實的位置 你很少看到 但Jubaki作為一個普通人 所以主要是在他那裡出落 應該是 或者這樣說 就是分成一個病人 他要假裝精神 而Jubaki 他是一個很活力 很元氣的角色 但其實反而最深思上 可能有他的勢力一面的最多的是他 其實那個落差外 是表現到那個位置 很贏連愛 也是很... 這個怎麼說 很是一個 讓你感覺到 其實他一個 心裡有很多想法的 一個青春少女 嗯 果然是會長的發言 是不是啊 是啊 青春少女 是啊 人家永遠是會長來的 你不明白這些事情 不可則而是青龍竹馬 當然也值得一讚的就是 有很多他的小黎琴和江九 作畫我也算是比較出色的一個 作畫 那些是3D來的 我知道 但是這樣也不代表3D是甚麼 我覺得沒有特別 因為現在日本的動畫3D其實OK的 他的動態是根本是用人來彈 所以其實 或者這樣說 可以看到技術上的進步 以前 你看動畫 就算過幾年前 《江青日夢》也好 那些演奏真的做得不太好 反而我覺得 我擔心的是他 處理一些特殊遊位 我最記得有一幕 就是當阿芬在天堂 最後幾集和年輕人唱 那些唱歌 那些兩星期 他叫個年輕人吹 他已經沒有戲吹 他只是琴琴鍵 你會聽到有口水噴入管的聲音 這些是剛剛學技人才會有的東西 吹了口水下去 但是我也有些令我覺得 他喝完這些聲音 這個位置是做得比較好 但有些位置可能我不懂鋼琴 或者不夠懂鋼琴 有些位置的感覺就是 我不太能分辨到 為甚麼他的琴鍵沉實了 很尖銳的琴鍵 即是他用角色的口說出來 就是這樣形容 但是 我其實是不好 聽到音樂都聽不出來 你應該不知道我們今天錄音 我們有出過Facebook post 我借碟給你 是嗎 好啊 你自己聽 所以我也覺得 這一套東西是很繼承到那種 少女漫畫式的動畫會有那些特色 即是從細節去做一些漂亮的畫面 讓你感覺到那種 細節是做得好 感覺到那種氣息在那裡 即是從人物細部的方法去描寫到 即是前後的心理變化 身體上的變化 心境的東西 都有一些該要漂亮的場面 即是來演奏那些 又落到力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嗯 至於 敘事那方面 都是很經典地日式的 一些純奈劇 上漫畫都很喜歡做的 一定有很多獨白 一大抽東西 會有很多回憶的畫面 一定要穿插在那些東西身上 即是那些敘事方法 就是看你受不受 即是你不受就幫不了你 因為一定是這樣做的 同樣道理等於你受的 胡轉騎那一罐 即是那些女子 即是例如我 八峽紅那些 即是半抗拒 有時都覺得 為何要做到這麼差 但這些就是一些 幹口味上的事情 沒錯 最後我們再討論其他一些 例如說 哭的問題 其實我自己看的時候 我覺得有些時候 真的會哭得太多 但其實如果你說 如果你用一個 會有stage performance的人 即是你可能當作一些 演講啊 浪縱啊 音樂表演啊 任何這類型的人的經驗 你會發覺那個人很有趣的 就是 上台的壓力 那個處理 其實他做得蠻出的 我不是算他說什麼 講完之後 整個人趴在地上 那些就 那些是over的 老實說 即是不會有人突然間 進去之後 哇 伏了在地上 哎呦我死了 沒有人會做這些事情 這個是分他自己身體不舒服 不是 沒有事的 一進來滾進來 什麼扣了在那裡 那些是比較誇張的 那些其實就沒有人有的 但你說他裡面做到很多位 譬如說 看那個效果 那些他做的效果 是做得不錯的 另外一個就是 他做完之後哭 有一點點多餘 除了部分角色 完成了表演之後哭 那些多餘之後 另外一些我覺得是可以接受的 例如分他哭 我也很正常 因為分他真的 那一刻就是那一刻 即是那些可以接受 那些可以 但他是比較 我不可以說濫用的 比較多用 因為你說 如果你對那件事很認真 然後這個是一個 最高點 或者是其中一個比賽 很重要的 來講 得失是很重的 而且回照 等於他媽媽 為何用這種 嚴格的度 去對他的兒子 還是有馬 所以你說哭 合理的 但有些時候 還是多了一點 減少一點 減少兩成 就合理一些 因為老實說 你不會覺得觀眾都不會覺得這些東西合理 哭不一定是悲傷 即是你可能說他在戰線 緊張過度 或者戰鬥輕鬆 開始心情放鬆 我全部都計算進去 但都是多了 那些位置 覺得 不同情況之下 哭我會當是不同的個案 不同的 他有不同的情況 但總合來講 都是多了少許 我想說的就是這樣 哭這件事 你可以說得通 這件事是合理的 但多了少許 但不需要那麼多 因為作為一個觀眾的角度 其實不需要看那麼多次 因為人家 你哭的意義做不到出來 即是你說這件事 是一件重大的事件 你這件事是感動 這件事日常翻譯 正正面對的問題就是 你有台上 你完成了的感動 你有台上 你在彈的感動 即是不同的角色 你有感情線裡面 一個快死人的感動也好 一個有永遠的弟弟的人的感動也好 情傷也好 表演也好 生命燃燒也好 不同的哭可以 但問題 同一集中 你可能見到四個不同的人在我哭 那這件事哭就變得跟廣告CN 就變得很像 那件事的密度 那你很難去做到那個效果出來 我想從戲劇的角度來講 反而是這樣 是不可惜了 你會削弱了那件事 本身那個 element 帶出來的效果 即是你去帶個高點 是 但問題是你的高點 沒有理由 好像波浪 一個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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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個 一集便會有 即是你太多 那就怪了 即是正如你說高點這件事 當你每一個都在高點的時候 那你就不再高點了 其實已經不再高點了 那就沒什麼意義 即是哪怕你是不同的線 但問題是你是多線同時進行 那件事就來得有點怪 你接受不到或者是什麼 那說回另一件事 就是說 有馬是否是天才 那很多時候 有些人都會覺得 或者裡面 你要看到劇中的 它有幾個做法 首先就是說 對有馬的評價 周圍身邊的人 對他有 媽媽的扯線公仔 人肉節拍戲 魔鬼的仔 那類 絕對更好的人 機械人 這類型的 同樣的事情 在Nagi要表演的時候 又有出現類似的事情 即是旁邊別人的 異語 或者一些冷言冷語的事情 但問題是 先用那個角度 或者用武士的角度 有馬是一種 絕對強大的存在 但是絕對強大的存在 從某些人的角度來說 它是一個單純訓練出來的產物 但其實又要回歸一點的 你先問一下 是不是同一件事 你又做回十次 做回一百次 你可以跟別人做到 站在那個高度 那個人 那個效果呢 其實又不一定的 嗯 所以如果你說 有馬是不是天才呢 你不能否認 他應該是天才 因為 天不天才呢 其實對於 你說對於那個事物的色性 是有關係的 即是對於鋼琴 可以發揮到 你可以說他是天才 但是天不天才呢 那個穩定性呢 其實都要跟訓練的 絕對的天才呢 如果你說他是沒有訓練 然後可以manage好 那這些都是一些很大的事物 所以其實他裏面做的那件事 大家又可以再反思 究竟什麼是天才 因為裏面其實都說到很多說 明日之星啊 閃靈靈靈啊 即是踢球啊 棒球啊 音樂啊 那麼他有討論 又帶出這些東西 但是 踢球那次是不是倒閉了 不是 那些是他自己說的 就是他帶出這類型的東西 但是也是帶出了旁人身邊的角度的東西 但是其實 你站在這個衝突點裡面 你又要想一個客觀的東西 就是 是不是practice 就是practice makes perfect 但是 你的perfect 是不是去到別人那種絕對機器的人先 你可不可以做到 如果 普通人是做不到 而那個人做到的話 那那個人就真的是天才了 那這件事是那個 特別的地方 因為別人做到 你做不到 或者大部分人都做不到 但是他做到 那這件事就把那個人突化出來 所以 對於 其他角色來說 譬如武士來說 這個就是一個絕對的強大 所以他便會跟隨 對武士來說 就是 可能他努力一輩子 都做不到你的領域 我覺得這個情況 就是 可能你只要努力一下 可能貼得到的 不是 天才就是 天才可以不努力跟你扯平 努力的話 你追不到他的情況 可能情況就是 武士一輩子 努力之後 都發覺去不到天才的景地 他去了高手的景地 他去了高手的景地 高手和天才 高手的高度和高高手的高度 也不一樣 也不一樣 就像金融小說一樣 你們一派之獎 但你不是東邪西毒呢 你又未必是 第一位 第一位 第二位 的吸收能 差十八千里 這個是那個問題 所以這個也是 另外一個探討 因為你說 暫於 那個事點 就是以一個比賽的角度 去說 但是比賽 比賽就跟比賽評審的要求去計劃 評審這個也是 但天才不一定是 平審的角度 但是問題 我是單單說 你可不可以做到要求 這件事的角度去講 是一個天才 如果你說一個創意向的天才 當然是寧作別論 但是如果你說是可以 以一個還原度 或者是 表現出來的狀態 協償 整體而言 去做這件事 的確是一個天才 尤馬是天才 最後我想討論 另外一件事 尤馬好像之前跟我說過 他好像有過什麼音樂比賽 不是他那個OP1 之前好像日本有過什麼音樂比賽 拿了他要求指定 要演繹這首歌 裡面有個 不知什麼吹奏樂的比賽 其實就是用了 OP1首歌 好像是 是不是OP1首歌 就是他必要用這首歌 去做比賽 因為你當時 你講到說 OP1首歌好聽一點 是 因為這個個案 因為我沒有來 因為日本音樂界比賽 所以我不是記得一個名字 但我知道有這件事 現在OP1唱的那隊 人都很出名 GOODS GOODSHouse 都是Youtube起家 有複套翻唱的歌 就出了名 他們都是走那些 青春大俠唱路線 都非常適合前期的 這套動畫 感覺 是的 我也想說 這套動畫 很多插曲都蠻好聽 是 即是不計鋼琴 符合氣氛 不計鋼琴 我不計古典音樂 古典音樂 當然是一堆 歷久而不衰的經典音樂 但那些插曲 都對到氣氛 都是好聽的 即是一套 一套 一套偶像 一套青春期有的元素 是有齊了 這套青春日常 我唯一都是比較可惜的 就是他的愛情部分 其實可以多些少的刁鋼 或者甚至可以抽了起他 其實這樣說 我也覺得有點不上不下 我自己覺得 一開始沒有方式 有什麼問題 他這個日常翻 我也是覺得這套日常翻 這套日常翻 我覺得是好看的 因為他很多細節的東西 是做得好 當然他會有個問題 當然你看你不同的角度 你代不代入道 或者是各種各樣的東西 但是他又不同 我們之前說的 因為你說白雙啊 記生壽啊 那類 是在討論另外一件事情 一個可能是工作 可能是一個很宏觀的角度 去看一件事情 那這件事情 四月四四的謊言 就比較貼身 或者比較是 不一定說你不熟 音樂的角度 不一定說 對你的距離沒有那麼遠 就是比較去回人與人的角度 還有不一定是音樂的 那樣東西是用音樂去說 那樣東西是怎麼互相影響的 那就是說 難道你說吃雞就吃春藥 那你就會有一輩子的感覺 就是你喜歡可以煮飯 你喜歡可以打歌 你喜歡可以寫文 你喜歡可以寫文 那樣而已 那當然就是 那當然啦 那和白雙的水水水不一樣的 就是那種就是 你要代回十四歲的身體看 那我們這邊就沒有人十四歲啦 是啊 只是台十四歲沒青春的 啊 那你可以懷冕一下 十四歲的時候 那是很黑暗的 先不要懷念 那好吧 那我們今天已經結束了 對 拜拜 拜拜 掰掰